HELLO大家好我是Sabai 欢迎来到生活大冒险 那么 好啦我知道就是在这前几季的时候 我有点就是很久很久没有拍片 但那段时间从开学后到那个什么 那个到现在对 应该说对还蛮久了 呃主要的原因呢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呃 就是呃中秋节就是烤肉嘛对不对 烤肉的时候就忙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已经开学了 可是不过开学的时候因为我正好需要做志工 那在做志工的期间呃长达差不多快两个礼拜 呃但不过我也很快就把它弄完了 不过就是因为志工就是从 呃早上八点上课到晚上我做完之后呢 那晚上的晚上呢大概就一点点时间吃点饭 然后就必须做志工做到晚上十点 啊就一整天的时间都耗完了 所以那段期间我都没有什么时间拍片啊 做什么那个 呃录影什么的对 所以就比较少 然后就是偶尔开开电脑打打游戏 就是那段期间就是比较少拍片 对那 课业就是重心慢慢移向课业这样子 所以 呃我必须在这期间就是抓出一个平衡 所以我得得得先在这边先跟大家说 sorry啊好久没好久没有拍片啦 对啦那 再来是呃 关于生活大冒险这个系列在我之前就是 经过多重测试就发现这张地图好像玩不下去了 这是真的这好像地图好像玩不下去了 因为我好像走到某个特定的地点 或者是做做一些特定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崩溃 对那 那 该拔的都拔了该重装的都重装了 不过就是 诶 对他就是坏掉了 所以 这张地图如果 诶我这次录几次 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前几次也是 也是累 也是不断的crash 就是崩溃 所以这张地图可能已经没办法陪我们继续走下去了 他的人生已尽了 只能走到这里了 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其他 生活大冒险的物品 不过 对他就只能到今天 今天 今天而已 真的只能到今天了啦 所以在这一集之后呢 我已经准备好新系列 各位不要担心 不要因为生活大冒险结束了 你们就哭哭哦 你们应该要笑笑的 因为新系列终于可以被我挤出来了 终于啊 对那 新的系列经过我 比较多重的 诶是 crash测试 目前来讲还没有抓到任何一点点的问题 所以 对目前来讲没有任 哎呀怎么会受伤 啊我肚子饿了 我在干嘛 啊就是 没有 目前没有遇到任何任何问题 对他是很正常可以玩的 目前对 那 我们在这里就要跟大家say goodbye咯 这个系列也要再见咯 诶对那 其实我已经玩了好多minecraft 应该来点不一样对不对 对我应该来点不一样 对那就是这样 我们就在新的系列再见吧 再见 我的生活房子 再见 我要跟所有东西说再见 再见 我唯一的马桶 上一下好了 嗯 没有扁扁 没有没有上厕所 好吧 再见 我的大意志 再见 我从来没用过的洗衣机 再见 不会用的烤箱 再见 你是谁 再见 你是什么 红豆 好随便 呵呵呵 呵呵 再见 丑不垃圾的方块 再见 上面那个看起来很讨厌的悬浮 悬浮方块 还有那是树 再见 你是谁啊 哦 花生 再见 我不认得 再见 爆炸的莓果 再见 栅栏 再见 我不知道那是谁 希望不要crash 因为已经crash蛮多次了 我之前 之前玩一些模组系列的时候都很容易crash 为什么我肚子饿啦 角色这么容易肚子饿吗 哦对哦 我还有会飞起来 我的能量 我的宝石能量还有 再见 美丽的大地 再见 好啦 跟大家说再见 好啦 那我们就到新的系列 再继续玩肉 那之后我也应该多出一点其他系列 不然每次玩麥鬼好无聊 都没有创意 创意 创意 拜托我创意来点灵感进到我的脑袋里吧 OK没有问题 OK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就这样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这个系列就 再见咯 拜拜 啾咪